早上好 我是嘉炫 欢迎收看3月15号的百歌城报 柔福巴西古当化学废料污染事故从6号开始发生 如今已经第10天 之前情况也越发严重 今天各家报纸头版也都跟此事有关 虽然朝野议员都有声音 要求让巴西古当进入紧急状态 不过政府认为目前柔福政府还有能力处理 也还没有达灾难情况 因此政府不宣布为紧急状态 而至今有多达2775人送医 新台下时报算是特别 仅大标题打上 死亡之河 就如环境部长杨美颖所言 现着政府会尽速清理受污染的河流 新报头条更具爆点 就是金金河被导入废料 这种情况已经维持了10年 毒性对人体的影响恐怕会更持久 说到毒性 能源科医环境部长杨美颖日前就揭露 经过化验之后 在金金河中发现多种的有害物质 其中包括了本 甲本 甲烷 氯化金 丙烯玄等 一名不愿致命的化学工程教授 就向透视大马指出 以上的废料就像甲本 本和丙烯金 都含致癌性的物质 长期接触的话会对器官造成伤害 此外 氯化金和丙烯玄则会腐蚀呼吸道 而根据国家天灾管理机构的文告 这些化学废料所含的成分 丙烯金 丙烯玄以及本 都已经超过了容许浓度标准 其中以丙烯玄更是超过了 利级危害浓度 可见其严重性 最后让我们来换个焦点 西盟政府入住部城之后 以销售与服务税取代了消费税 财政部长林冠英昨天出席活动时透露 平增了消费税 去年的6月至12月的通货膨胀率 平均仅0.6% 远远低于去年的1月至5月 消费税时期的1.7% 明显减缓了人们的生活负担 此外 政府在油价实行了自动定价机制 也让消费物价指数下跌了0.7% 尽管成功掌控了通货膨胀的趋势 但林冠英也坦诚 人民仍面对生活费过高的问题 所以为了解决此问题 政府推出了一项新的生活成本指数 以帮助国民确定生活费用 今天早上的晨报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想要知道最适合你的课程 来临的3月16号到17号 以及3月23号到24号 早上10点到下午4点 欢迎清零双微大学学院开放日恰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